欢迎收听MoneyDJ财经新闻 第一线记者带你看懂 产业大小事 大家好我是乙忠 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 一位是主跑医药县的记者燕翔 哈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主跑航空县的婉清 哈喽大家好 但我自己是主跑观光 那各位听众猜猜看 我们今天要聊什么样的题目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医药航空 然后加上我是观光三个领域的记者 那为什么会摆在一起呢 那聪明的各位应该都猜到了吧 今天要聊的就是 全球疫情迈向解除解封之后呢 到底有哪些产业会爆发呢 那我想先问燕翔 你在疫情之前呢 你一年会出国几次 应该不含商务出差的 应该两到三次应该一定会有 那婉清呢 我大概也是两到三次 那个频率还蛮频繁的 那现在可是现在不能出国 所以我们今年真的超级闷 尤其是现在脸书有个功能 我觉得是好也是不好啦 他一段时间就给你脸书回顾一下 我们每年的这个时候呢 几乎在11月 大家都是出国都忘记嘛 所以这个脸书回顾 几乎都是在往年出国的时候 我看起来就格外的想出国 而且我最近有一个机会呢 是参加一个伪出国的行程 我觉得婉清应该知道 伪出国就是航空验用的一个 很妙的一个商业花招 就是到日本领空上绕了一圈 吃了一个很好的飞机餐之后 然后就绕回来 然后看着那个日本领空下去 我真的 我真的还蛮想跳机的 就更激励我 我觉得我疫情之后一定要出国 那婉清呢 你是那个 在那个马来西亚其实有很多 有亲戚嘛 对对对 因为妈妈是马来西亚华侨的缘故 所以其实在她退休以后 我们大概每年都会回去马来西亚 一次到两次这样子 那今年这样子完全没有办法回去 加上马来西亚疫情其实也很严重 所以其实就变成我非常有 有很严重的乡愁这样 我非常想回去吃东西 因为其实马来西亚是一个美食的国家这样子 然后那里包括 华人的菜色啊 马来菜啊 印度菜其实都非常好吃 而且价格都很平 很亲民 所以其实让我很想回马来西亚 婉清不要哭 应该快了 其实这一年大家应该都闷坏了 因为疫情的影响必须待在家里 那台湾的疫情其实相对受到控制 我们可以过相对正常的生活 不过其实台湾其实是毅力哦 就在你听我说话的此时此刻 全球确诊人数其实还是持续在攀升 有些国家甚至考虑二度封城 那大部分的国家呢 其实还无法恢复正常的生活 那这也进一步冲击了全球的经济 不过呢 最近的新冠肺炎疫苗好像有好消息出现了 美国的制药大厂辉瑞以及莫德纳 都先后发布关键研究的成果 宣布有效率高达九成以上 那似乎呢 离解封正常生活的黎明曙光呢 已经不远了 那我们要怎么来观察这件事呢 对啊 刚刚倚中讲的 我觉得新冠肺炎发生了 这超过半年 超过半年以来 我觉得这半个月是大家最振奋的时候 因为这半个月接连包括辉瑞 还有你刚刚提到的莫德纳 莫德纳呢 他都相不计发布了他后期的数据 然后让大家惊艳的是呢 他对他的保护力有到九成 也就是对九成以上的受试者 这个疫苗都有产生一定的保护力的效果 那到底九成是高还是不高呢 我提供听众朋友一个数字参考 过去我们的季节流感疫苗 大概是对于四到六成的人有保护力 我们基本上就是认定这个的疫苗是有效的 那为什么辉瑞当 第一个辉瑞做成第一个公布数字的人 大家市场会这么的振奋呢 大家其实可以回想一下 美国从刚开始就 他提出他的趋速计划 跟有一些新型的疫苗投入的时候 辉瑞其实不是第一波发言最积极的人 他也不是第一波去争取 那个美国一百亿的那个趋速计划 里面一马当先的 为什么 因为辉瑞本来就是传统做疫苗的大厂 他知道做疫苗到底有多难 他也知道说后续的情况 需要有多严谨 所以他认为他当时 他其实就有一些比较 他相对一些没有投入过 真正生产疫苗的人来说 他的评估其实就是比较全面的 他后来会选定 确定跟BNT开始做了一个合作的临床 到说他第一个发布的后期的临床数字 市场就会格外的振奋 认为说传统的疫苗大厂 他有这个经验的人 他会去发布这样比较振奋的数字的话 其实对厂商对业界 或是对整个经济的情况的振奋的效果会特别的好 那今天为什么说辉瑞跟莫德纳相继的推出 相继的公布了他后期临床的数字之后 大家会开始觉得 其实这个对疫苗整个产业会是一个曙光 最主要的原因是说 过去呢 因为像美国FDA 他也没有遇过新冠肺炎疫苗 所以他在审视第一个新冠肺炎疫苗 到底有效还是没效的 他的标准 其实是边走边看的 那当第一个疫苗 第二个疫苗 确定了他的标准出来了之后 后面的送见者 跟后面的审视主管主管审视的标准 就可以趋近一致 他其实有些的 可能在试的过程 就可以比较省时间 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呢 就是说 过去呢 其实我们大家不知道说 怎么样子的抗体浓度就叫有效 那这些先进者呢 他其实可以帮我们试出来说 当我们的疫苗打进人的身体里面 产生多少的有效抗体的浓度 就叫做有效 那这个部分呢 就可以给一些后进者 做一些跟进 譬如说我们现在台湾的厂商的 就比如三家疫苗厂投入的 投入他们就已经不用做 社区感染的这个数字 他们就可以比较 他们的有效抗体的浓度的数字 假设可以跟这些先进者的大厂 有维持同样的有效抗体浓度的数字的话 基本上就是认定有效 所以他们两个如果都相继能够通过的话 其实对后进者会是很大的一个激励 刚刚其实燕翔讲到重点 就是我们这一年 其实会觉得说 好像疫苗怎么都一直没有问世 然后时间拉得很长 一直没办法过正常的生活 但是辉瑞啊 或者是Moderna这样的案例呢 它可以帮助后进的药厂 还有加速的效果 那这样的话对于之后要恢复到 就是那个疫苗问世的速度 还有它之后的到全球的推广 会有推波助澜的效果 这也是我们值得去期待的部分 那这些药厂呢 如果顺利拿到药证之后呢 我们要怎么观察这个疫苗要多久 才能够普及到全世界 现在看起来除了刚刚提到的 辉瑞跟Moderna之外啊 包括嬌生啊 牛亲跟AZ 这个到明年春天之前 大概大家都认为 就是相继大概都会得到一些 紧急授权的使用许可啊 或者是说它就会正式取得了药证 那到底说疫苗普及率要多少 才叫做 才能够发生一些群体免疫的一些效果 这个有很多的评估数字 那最主要就是看R0 就是R0的最主要就是说 一个感染者 它会传染给几个传染者这个数字 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疫苗的 对多少人的保护力有效 那因为我们现在用一个 比较简单的数字来估啦 台湾的流感疫苗呢 大概是施打的比例 大概是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 它把三分之一的人口定位成 是比较高危险的族群 这如果我们用美国的人口 大概是超过三亿人来算 三分之一的施打 也就是大概一亿多的人口 需要施打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施打 两剂的新冠肺炎疫苗才有效 所以美国境内的需求量 大概就是在两亿之左右 那现在呢 包括辉瑞跟莫德纳 他们现在喊出的就是 明年大概的产量 大概都可以各超过十亿支 所以现在如果说明年春天 以前有想起有很多的疫苗 或者然后他们的产量 又慢慢开出来的话 大概在现在是目前是认为说 明年大概夏天 明年第二季以后呢 达到一定程度的施打率 这个是有可能的 那这个是在美国的部分吗 那如果是在全球的部分 后续全球的部分的话 欧洲的看法是比较保守 欧洲现在的官方的讲法是2022年 但是我认为就是这个时间点 可能是落在明年底到后年 这个机会欧洲的疫情 如果疫苗下去之后 获得控制应该也是有可能的 OK 那这边有什么样 因为其实这个辉瑞的新闻出来 就是大家当然 对这个消息是感到振奋的 但是像另外一方面 对他的可能 生产啊运送过程啊 他可能要低温保存那些等等之类的 会有一些 他在推展这件事情上面会有一些疑虑 我们怎么观察这件事 我自己觉得啦 就是生产跟运送这个问题确实是 就是说 因为他们两支都是属于比较新型的疫苗 但他比较大的挑战是在后面的怎么样扩大量产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像辉瑞的 他需要到-70度到80度的一个保温 储存的容量 然后储存的空间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Moderna也要在-10度到20度之间嘛 那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 大家已经正视到这个问题 所以基本上呢 生产跟运送 他们都透过了一些新技术的导入啊 或者是说跟当地的一些生产场上去合作 我自己倒是对于生产跟运送 可以透过一些政府跟民间合作的力量 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自己是相对是比较正向的啦 那可是后续比较观察的一个点是说 因为现在这两支效力 虽然是对九成以上的人都有保护效力 但他们其实还不确定 这个保护效力可以有多久 因为现在的新冠肺炎就是有二度感染的问题嘛 那到底它产生抗体之后 它是每年施打一次就有效 还是说它的保护效力其实是不到半年 还是怎么样 这个是后续需要观察的 另外一个是说 像Moderna对于这个疫苗的副作用有比较大的琢磨 但辉瑞其实讲的比较少 那到底说施打之后 它对于施打的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 是不是有些副作用会影响到有些人去接种的意愿 这个可能跟那个疫苗后面接种的普及率 这个也可能也是一个需要观察的点 OK 那这个对资本市场的意义是什么 有没有一些观察的点 我记得我进入资本市场的第一天 他们就跟我们讲说资本市场怕的不是利空 资本市场怕的是不知道是利空 还是利多的不确定性 虽然说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的疫苗 新冠肺炎的疫情对于全球是一个有史以来的经验 它是最快反转空头 那当然很多是来自于洋行的广布撒钱的经验 所以这次的经验其实跟SARS当时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我还是想提一下当时资本市场的前辈跟我讲SARS的一个经验 他说SARS的时候 SARS在全台湾最恐慌的时间 应该就是2003年4月24号和平医院封院的那一天 但是他其实距离台股的低点很近 他距离台股的低点其实不到5个percent 他马上就开始反弹了 他从开始反弹到真的到解封 当时解封到我们台湾除名 从SARS的疫区除名 那个时间点大概是6月底到7月 所以看得出来资本市场只要不确定性 只要最坏的情况他确定就是这样了 他就会先开始反应比较正向的预期 所以这也是说为什么大家觉得说 好像疫情还没有受到控制 确诊人数还在增加 为什么疫苗一公布之后 资本市场就开始比较热烈的在反应 OK 刚刚讲到说资本市场会在相对确定的氛围之下 他就会预先做一些反应 其实在疫苗的消息问世之后 与走出户外产业联动的像是航空观光的族群 都在股价上有激烈的反应 不过静下心来检视 所谓的受惠族群其实存在时间上的差异 如果是刚刚讲的 美国他可能会最先拿到疫苗 然后生活有机会快速的回到常柜 那后续其他国家再拿到疫苗 也会有让全球逐步解封 那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很重要 因为他们会让你在那个 刚才说个股的茫茫大海中 依照受惠的那个时间顺序 然后我们来一一的讨论 那我的逻辑 我们要讨论的逻辑很简单 本来有一定比重布局美国 以及海外内需市场的餐饮业者 他在营运表现有机会比较快速的回问 但是疫苗顺利上市之后 然后等到各国排队领取疫苗 然后到施打疫苗 然后一直到各国评估 可以解除边境管制 会需要一些时间 因此会牵涉到那个跨境移动 解除边境管制这些措施的解除 那这也会让各国的旅客 能够像疫情之前相互往来的相关产业 可能还需要一些更长的时间 像是以经营出境旅游为主的旅行社业者 云运回温就可能还要再等等 那这一段就让我反客为主一下 就是乙忠我记得我们当时讨论过美食的一些题目嘛 他们其实对海外的布局是不一样 如果我们大家都同意 美国会是这一波大规模感染区域里面 比较鲜货的控制的 那哪些厂商在美国的布局 其实是比较久比较深的 OK 因为现在就是会先讨论那个最先收惠的观光族群嘛 那其实这也不难想象了 那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台湾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对照例子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台湾在疫情的期间呢 大家最为紧张的时候其实是今年二月到大概四月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大家都尽量是待在家里 然后能够自己煮了就自己煮 不能煮了会叫外卖 然后叫外卖也是无接触的服务 所以也不会接触到外卖的服务员 那你去街头啊或是百货商场的餐厅呢 大家其实也都不敢进去嘛 业绩 那些餐饮业者的业绩都大受影响 不过后来那个台湾的本土确诊案例没有再出现 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 从五月开始一直到现在 大家仿佛都变得很外向 就是能够出去就绝对不待在家里 然后这也让餐饮业者 特别是就是在台湾比重比较高的业绩迅速的恢复 而且很多甚至不只是恢复而已 他业绩还比去年要好 那台湾的经验拿来对照国外 特别是美国 如果美国在疫苗丧失之后呢 让生活回到了常规 然后带动当地的尸体们 是的消费复苏 是可以被期待的嘛 那因此本来有一定比重布局 美国市场的餐饮业者 就会有机会快速的回问 那这边最值得关注呢 是经营85度C品牌的美食KY 那美食KY它的连锁事业呢 其实它有布局了台湾 中国以及美国市场 那目前85度C在美国 有超过60家的门市 那每年贡献美食KY 大约快两成的营收 60家就两成蛮多的耶 对啊 但是有些人好像觉得才两成而已 好像也没有很多 它现在台湾总店数是多少 台湾大概有400多间 哦 所以比例上也差不多啦 六成 但是你刚才说它两成 就是好像也还好 但是其实美国它每一家店的营收 可以抵中国大约五家店 然后同时呢 它的美国的 他们的门市的营益率也有不错的表现 所以美国市场未来能够复苏 然后对美食的获利的挹注会蛮明显的 会大于营收的贡献 那另外美食今年呢 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 在美国的展店计划其实有放缓 那其实大家 其实那个市场 其实对美食期待 就是它在美国的展店的速度嘛 这件事 那等到疫情过后之后 它恢复了展店 展店计划开始加速 然后市场对它的期待也会开始提升 其实不止美国啊 包括说欧洲啊 或是晚清你的家乡东南亚 应该慢慢的疫情 都会慢慢的受到控制 那今年其实有很多的 这些连锁餐饮 或是美食观光的公司 它布局这些地方 其实是业绩是被打到趴了耶 那之后呢 有没有机会说 明年在比较低的比较激期之下 明年会有比较高的复苏 在全球市场的布局上 刚刚讲到的是 大家对美国的期待嘛 所以讲到美食可以玩 那其实刚刚讲到说 那在美国之外 其他国家也可能慢慢的会复苏啊 那有一家连锁餐饮企业 它叫做六角 那它经营的首摇品牌 是叫做日出茶泰 那这个品牌 大家可能不一定会听过 因为它在台湾的据点 其实很少 因为它其实都主要在海外的市场发展 特别在东南亚 那听众朋友 如果只有东南亚的朋友 他可能 他应该是一定会有听过 我们现场就有晚清 真的我一定要出来讲 就是在吉隆坡啊 就是在那个中央车站的地方 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据点 就有一间很大的日出茶泰 然后我去巴黎岛玩的时候 巴黎岛的梦里面也一定都会有日出茶泰 但是上次以忠说 菲律宾的围堂就是我们这里的全堂加满 这样子 真的真的正常 就是因为东南亚人 比如说喝咖啡的话 我们一般咖啡是加牛奶嘛 人家是加炼乳 所以就知道我们对于糖度的那个适应程度 其实是有落差的这样子 就是东南亚其实他们应该是满爱手药因 尤其是甜的饮料这样子 所以你在东南亚那边他们就是当地应该都知道 不是应该是说他在 哦对他当地人都知道 基本上在马来西亚就是 大城市里面其实很容易看见茶泰的 然后也看到就是都有稳定的人潮在购买手药因这样子 所以你回台湾的话叫饮料会叫他加两倍糖吗 不会 还是要维持一下台湾口味 没有办法那么甜 其实茶泰它目前在东南亚的市占率其实是第一 那目前它主要在东南亚布局的是在印尼菲律宾的电数最多 那光是这两个国家就合集超过400间的门市 那另外呢它刚刚像晚清讲的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 他们也其实有一些门市的经营 刚刚有讲到这些海外市场啊 今年其实受到疫情的影响 一方面有部分的门市 其实是必须要因为根据当地政府的规定是要暂停营业 那有营业的门市呢业绩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不过预期最坏的情况其实已经过去了 因为其实可以观察 今年下半年 即便还有现在其实都还有 海外市场都还有疫情的影响 但是六角的营收衰退幅度已经看到蛮明显的收敛的情况 那明年呢随着疫苗有机会再让各国的生活秩序逐渐恢复 那六角这家公司的影响表现也是非常值得留意 那过去其实蛮多家的厂商在海外的展店 每年每年都是几十家 他其实开店蛮积极 今年在疫情的情况下 他们连出国都不可能 根本不可能再展店吧 那明年这有没有一些展店的动能 可以慢慢恢复的厂商 我没有讨论台湾市场比较高的公司 或是目前只有布局台湾市场的公司 因为今年以来台湾疫情控管的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 那加上政府也寄出很多刺激经济的措施 像是三倍券 因此台湾市场比重比较高的公司 其实从今年第二季开始 营运就已经陆续的回温 到了第三季 暑假的旺季 很多公司甚至已经创下营收 或者是获利的历史新高的记录 像是经营韩式豆腐堡的豆腐 今年第三季获利就创下历史新高 那这些布局台湾市场为主的公司 今年其实已经充分受贿 走出门消费的这样的一个上级 那相对的 如果是未来疫苗上市之后 台湾假设也顺利拿到疫苗 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 对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 可能就是只是不用戴口罩出门而已 对啊 今天台湾的人根本都已经回流了 晚清都已经不知道 这个冬天都还没开始 他已经吃了麻辣果 可能已经两位数十次了吧 我想 没有啊 没有 才十次才十次 就我们现在其实生活已经跟疫情之前 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了 所以对台湾餐饮市场来说 再有更多的利多刺激也都会比较 其实都相对比较小 那回到刚刚的问题 那有哪些厂商 他是其实想进军美国 那我挑选的是那个瓦城以及亚民KY 那瓦城呢就是属于我刚刚提到的 瓦城目前的经营重心其实在台湾市场 台湾就占了九成以上的营收 那剩下不到一成的是中国市场 那其实台湾市场就刚刚讲了 经典其实已经很好 那你很难要求他好上再加好 那自然会评估他是否有海外布局的计划 那其实瓦城在疫情之前呢 他们老板就常常飞去美国考察 那瓦城就认为说 美国其实缺乏据规模的东方菜系的 连锁餐饮业者 所以去美国呢 其实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那本来计划呢 他们是要在今年 在美国的南加州开出第一家店 那品牌其实就是他们主力品牌瓦城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现在只能遞延这样的计划 那所以之后若是疫苗问世的话 瓦城的美国计划 美国梦也会值得持续的关注 那另外一间的是雅明KY 那这家公司跟六角一样 它是经营首摇影 也是台湾为二进入资本市场 挂牌的首摇影集团 那主要经营的品牌就是快乐柠檬 那跟刚刚查探一样 这品牌可能大家也不一定听过 因为其实他们主要补局的市场 是在中国 那快乐柠檬目前在全球 电数有1000多间 那大部分的门市其实都集中在中国 那另外在美国 台湾 菲律宾 澳洲 英国 这些国家也都有门市 不过我们跟那个经营团队有聊过 他们未来的布局的重心 其实会在美国 那雅明目前其实在美国有超过60间店 明年预计美国要突破100店 那展店的主力会放在美西的地区 长期目标他们要在三年之内 开到200间店 那因为美国的门市的营益率 要明显比亚民的平均的营益率 要来得好 所以未来美国他们在那边的版图 如果扩大的话 也会让市场会有一些期待 我觉得美国跟日本的朋友 甚至是欧洲的朋友 好像对于这种亚洲过去的 连锁的那个手摇引 好像都蛮惊艳的 每次看到新闻 好像每家店都在大排长龙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觉得没有这样子的营运模式吗 他们好像对这个接受度越来越高 然后其实珍珠这件事情 台湾之光 他们也没有相关产业在做珍珠 对真的 那其实刚刚为各位说明的是 疫苗如果顺利上市的话 最先受惠的会是 有布局海外市场的连锁餐饮公司吗 不过大家可能会更关心的 是到底何时才能够出国去玩 那没错 就是疫苗问世最后才会受惠的产业 就是这次疫情受创最深的航空业 以及旅行社 那晚清 台湾的那个航空业者 主要是华航以及长龙航 那我们要怎么观察 这两家业者的营运状况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从三月开始 这个肺炎疫情在全球延烧 那其实就在同一个时间里面 全球都开始封锁边境 那它避免那个疫情扩大去扩散 所以这个第一时间 当然就冲击到了航空公司的客运状况 那你其实可以看华航跟长龙航的这个营运状况 那台湾本身呢 我们看国人的那个出国的数量 今年大概前九个月 其实是减少了八成左右 那这当然会对这两家航空公司的客运 带来很大的衰退压力 不过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两间公司 其实他们都很积极去发展 就是现在比较有利的货运业务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台湾在亚洲的一个制造业中心 那我们有很多大型的制造业的业者 所以其实华航跟长龙航都很积极的 透过客机改货机啊 或者是拿客机去飞货机的路线这样子的做法 尽量去让他们的货运业绩成长 所以虽然这两家航空公司的客运业绩是大衰退的 但是两家航空公司的货运业绩 年成长的幅度其实都在八成以上 那也就是为什么这两家航空公司在营收衰退的幅度 其实比起全球的同业 比起全球的同业跟整体的旅游市场衰退幅度 其实都来得小的主要原因 不过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就是第三季财报出来了嘛 这两家航空公司前三季其实都还是亏损的 那这还是因为客运衰退非常多的缘故 但是其实这个亏损的幅度不算太深了 算是蛮小的一个亏损幅度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的航空燃油的价格 其实跟着国际原油的油价下滑 其实处在一个算是很低的水位 所以在成本负担上面 其实也让两家航空公司的压力减少很多 那我们可能大家最想关心的 不是他们现在的营运成绩 可能会是我们怎么看以后的华航跟以后的长荣航 那其实我们看华航的话呢 华航它有非常大的这个货运的运能 明年来看的话 这个货机运能还会是持续是华航的一个优势 因为现在货运的供需的状况是转好了 那运价在短期上来看的话 我们也觉得它是会持续有支撑的 那当然长荣航跟华航比起来 它的货运的运能是没有这么的大 但是长荣航它的客运在过去东南亚的航线接北美的航线 或者是欧洲的航线转 纽西兰跟澳洲的航线 这种操作上面它其实一直做得很好 也很有优势 所以可以看到如果未来疫苗普及化以后 长荣航的客运量会逐渐的回升 应该很快就可以带动他们的业务成长 应运应该也可以很快就升温 晚清刚刚说明 其实华航跟长荣航他们其实在疫情的期间 他们透过货运跟客运比重的调整 把那个疫情的冲击降到最低 不过我们拉大一点的范围来观察 其实疫情期间 我们就有听到很多航空公司 不堪亏损倒闭的新闻 或是裁员 很多 就很多负面的消息出现 然后大家也会担心说 那在疫情过后呢 航空产业会有什么样结构性的变化 对我们其实很常听见什么航空公司 因为疫情没有客人倒闭啊 还有其实最近大家听到的新闻 这就是邻近的韩国 就是两家航空公司 大韩航空要把韩亚航并掉的 这一类的这个事情 但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去翻数据来看的话 倒闭的 今年倒闭的航空公司的数量 其实没有比往年突出 那原因有很多 其实就是包括 因为现在飞机大部分是停飞的嘛 那停飞了以后 其实你的相关的人事成本 其实是会降的很低 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说 他人事成本是处在一个冻结的一个状态 那加上今年的低油价 带来的低营运成本 那还有一些航空公司的货运表现 非常的突出 比如说像华航 那当然就是让这些公司 航空公司可以继续在疫情下 运转没有倒闭的主要原因 那更主要的事情是 其实很多国家的政府 都把航空公司当成是 他们最重要的纾困对象 因为其实国籍航空 对于每个国家的重要性 大家应该都可以想象是不言而喻的 那我们台湾作为一个岛国 其实我们民众是更可以体会 对航空公司的依赖 所以其实真正你要看到结构改变 并不是在笼罩在疫情下的时候 它并不会是航空公司倒闭的高峰 有什么样的例子可以举例 有有 其实我们可以看 这个这样子 比较类似像这样子 会发生产业结构变化的 其实是前一波 在美国国内的航空公司发生的事情 就是在911之后 那911因为它是一场恐怖攻击 所以其实在那之后的时候 他们的国内的那个调查机构 就要进行大量的调查 所以其实也发生了非常长一段时间的挺飞 但是一到复飞之后 其实就等于他们 美国的国内航空公司竞争 是重新开始了 那重新开始以后 他们怎么去争取乘客的信心 那他们怎么去布局他们的航点 那怎么去面对其他的交通工具的可替代性 都会是这些美国航空公司必须要面临的挑战 那他们也不再有纾困了 人事成本跟燃油成本接踵而来 然后后来他们就开始进行了恶性的票价竞争 最后的结果就是在美国国内 引发了很大规模的航空的整病潮 那以此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能要到了这一波疫情结束以后 才会真正去看见航空市场的结构改变 那在这个结构改变之后呢 其实体质好市场环境比较健康的航空公司 就有可能会是这波疫情之后的赢家 那我们如果大家一定想知道 是长荣航跟华航的状况嘛 那长荣航跟华航 其实在这个以台湾出发的市场来看的话 他们的营运当然也有所谓的单望机 过去也有可能发生过亏损 但是整体来看 他们其实是航空公司里面 体质比较强壮的业者代表 那如果像新晋的业者 像新宇航空 他们会是怎么去灵活调整 从现在新宇航空已经很早的 就去布局了一些新航点来看的话 他们也没有这么快放弃市场 这样的观察其实还蛮特别的 因为我们原本以为航空产业的淘汰赛 是在疫情影响的当下最为严重 但是晚清刚刚的分享就是认为 其实真正的淘汰赛 其实在疫情过后 将会面对一个 因为那疫情过后呢 会面对一个有点熟悉 但有点陌生的世界 那新的竞争的态势呢 就伴随了各种成本压力啊 很会让体质不佳的业者阴身倒地 不过各位听众可能跟我一样 都有搭过飞机 但是没有开过飞机 更没有经营过航空公司 这个应该是一定的啦 其实我也没有 所以应该很难理解 那个航空公司所谓的什么 体质好啊稍微是什么 然后航空公司的获利关键到底是什么 那晚清应该帮我们讲一下 其实体质好的航空公司 不会像大家想象的这么的复杂 我们说的一个体质好的航空公司 就主要是在能够在旺季啊 比如说暑假啊 寒假啊 这种旺季的时候 可以让他们的业务就能够获利 这样子的一个这么简单的条件而已 这当然虽然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实践上面 其实不是真的 这个世界上的每个航空公司都办得到 虽然每个国家都有暑假 但是其实像竞争激烈的市场 比如说印度的国内航空市场 中国的国内航空市场 那他们的营运状况是非常的激烈的 那我们会觉得说 华航的体质好像不如长荣航 但是这只是属于我们国内的状况 如果你看印度跟中国的话 其实我们的两家航空公司 都算是非常的健康 那这台湾的这两家航空公司 其实过去在欧洲的旅游客 或是在北美的商务客上面 其实都有一套很不错的营运的策略 那再加上先前提到的地理环境 像华航的货运可能未来还会保持很长一段 一个盈利的表现 所以如果可以想象未来大中华地区 比如说有些竞争者 像是中国的航空公司 如果退出了市场 那到时候货运功勋健康的状况 可能会更好 那未来赚钱的时间 可能也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那不过还是要重复一下先前已经说明过的事情 这个航空公司到底能不能够赚钱 它的燃油跟它的人事成本都会是关键 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在后续客运在缓步恢复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就是航空公司会遇到说 被冻结或是大幅减少的人事成本将会慢慢回来 那到时候为了要更好的反映这个成本 其实机票的票价可能短时间会居高不下 那这个但是到了供给慢慢的恢复到了更高的水位的时候 就像911后的美国航空公司 消价竞争的这个局面是一定会发生的 那比较唯一值得庆幸的事情是 我们现在这个原油价格比起2009年跟2010年的高价 来讲说是比较低的一个水位 那航空燃油应该也不会在疫情之后爬高太剧烈 那这个是航空公司未来比较长远能够见到的一个利多的条件 你刚刚讲涨票价我都快哭了 我家还有一个小孩 我现在小孩已经是要付就是要付票价的年纪了 我一想到我们一家三口以后出国可能要加个两三成还是多少 我不知道多少的票价 我一想到我就觉得我这妈妈还蛮辛苦 是不是要找个兼差 还是我要来出去跑一个外送来赚一下出国的旅费 对啊这边谈到那个票价 那晚心疫情过后大家其实会关心 那就是因为票价可能会关系到我们能够飞出去的次数 没错 现在要先预播 现在要先调预算的时间了 对啊所以晚心帮我们分析一下之后的票价到底会长怎么样 那其实刚刚讲到票价会很高 其实现在部分的航线的价格其实就已经非常高了 那第一个关键当然就是因为现在供给变得很少了 那当然假设我们未来打了疫苗以后 每个人都想要回复出国 但是对于航空公司来讲他们的飞机的航班的布置 他不会很快就回到以前的一周五班啊一周七班的这种水准 那这一方面是因为航空公司其实他们也会担心说 旅客到底有没有信心去进行旅游活动这样子 那拿911后的美国来做一个例子的话 其实美国就花了大概三年的时间他们的旅客量才回到911前的水准 那当然也许以台湾来看的话我们会恢复的更快 那开车也不能够出国 然后国内的面积大概也没有美国那么大 所以可能会 可是一定还是会见到会有一段观望时间啦 那个机票的价格会是疫情前我们比较难想象的高 那包括像我们常去 以前想去就可以去的东北亚啊 东南亚都有可能其实会变得蛮贵的 那特别是我们觉得很便宜的飞香港的机票 其实你看现在像国泰航空跟港澳航空都已经大幅减少他们的航班了 所以其实以后在这样的供给剧烈变少以后 其实价格是都会变高的 那其实如果大家想到说那到底要怎么样精打细算 怎么样出国的话呢 我们有听到一些比较会打算的一些统业分享了一下他们的 快告诉我们不然我以后可能只剩一次 不过要先注意的事情是这个旅游规划是有一些前提跟风险的啦 那这个统业他是计划说他明年希望秋天的时候 去日本上风 那他看好现在日航还在近期促销一些一年期的一个商务舱票 那他说他就先定下来 那如果到时候局势都好啊 疫情受控疫苗普及 那他当然就是可以如愿的去日本观光嘛 那他还可以做到便宜的商务舱 但是因为到时候可能连经济舱的价格 其实都会比他现在买这个促销的商务舱的价格都还要贵 但是如果就算到时候疫情还是很严重 那他其实也是还是有保有取消班机的全额退费 或者是最多损失一些手续费跟部分机票钱的这个弹性 所以这也是给真的如果第一时间就想要离开台湾的朋友 其实你们可以考虑的做法就是你提早一点开始规划 跟研究现在的票价 抢一些便宜做布局这样子 那当然如果还是会有些人可能真的很担心 就是出国的风险的话 其实你可以等未来在疫情控制比较好的国跟国之间 他们会推出所谓的旅游泡泡 那国内的业者就像台湾虎航 他其实就非常的期待可以开航到邻近的帛琉 那虽然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 就是这个我们跟帛琉之间这个旅游泡泡目前是破局的嘛 暂时是破局了 但是不过业者对于这个未来成型的机会还是很看好 商务舱做两万块的商务舱坐到日本确实很便宜耶 我记得以前暑假寒假可能经济舱大部分大概就是已经是这个价格 而且有时候还已经是要开促销票 他才可能开到一字头耶 不过我觉得你刚刚讲赏风 我真的有很深很深的感触 以前这个时间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好就是日本 有些东西比较北部的地方的枫叶的旺季 我以前很多做旅行社的朋友 在这个时间点几乎都是在分享各地枫叶风红的情形 但今年这些旅行社的朋友都在分享 他在家里煮东西吃啊或者说带一些国内旅游团的一些经验 那现在这一波旅行社其实他们还蛮奇怪的 就是国内疫情是到第二季 其实六月以后慢慢获得控制 可是我很多旅行社的朋友 其实第三季才慢慢收到一些可能在留职停薪啊 或是一些裁员的通知 到底旅行社之后的营运会怎么样 今年其实旅行社业者经营的其实非常辛苦 其实我有些朋友他旅行社 然后他就转健身教练 真的 或者转外送 外送平台 对 我们可以观察那个上市柜的旅行社 包括雄狮 凤凰 武福 三富 易飞王 灿星旅 然后这些旅行社呢 其实今年以来 它的营收 它跟去年相比 都是衰退五成 然后多数都是下滑七成起跳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今年的国旅不是都很好吗 很多人的 都订不到饭店啊 暑假的饭店是一房难求嘛 那热门景点也都是人满为患 那其实这跟上市柜旅行社业者 他会进入资本市场啦 不太可能是只有经营国旅生意啊 他们的主力其实都是经营出境旅游的海外市场 那国旅市场 大家都只占 本来在疫情之前都只占这些业者 大概就个位数营收比重而已 那因此在边境管制之下呢 等于说他们受到应急影响之下呢 大半的业务呢都凭空消失了 那国旅市场呢 其实也相对拥挤啦 那虽然市场是很热弱 但是这些对业者来说的营收 可能就是杯水车薪而已 所以这样听起来 旅行社的调整时间还要蛮久的 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如果今年下半年会不会才是旅行社 更严峻的一波挑战伞的开始啊 其实这些旅行社要度过这次的难关呢 只能从两方面来着手 一个是加强 就是持续的加强 已经生多周少的国旅市场 那这个也是我刚刚有提到的 国旅市场的饼就这么大嘛 而且讲一句实在话 说实在我们国旅好像不会找旅行社 就只有自己开个车订饭店 这个其实还蛮方便的 就除非它是很特殊的旅游的那个行程嘛 比如说包邮轮啊什么之类的 环岛邮轮 记得乙中还有分享过就是这个直升机看玉山嘛 对不对 这是特殊的 那个是我分享 哈哈哈 特殊的国旅行社 有一个高端的旅行社 它现在就是推出一个直升机关玉山的活动 对就是要有这种 你平常其实不太可能会自己去处理的这些行程嘛 那就有旅行社来帮你做设计 那但是这个就是 其实就是 能补多少是多少啦 就是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要 这些旅行社 它其实现在要具备相对充足的营运资金 那像是那个旅行社龙头熊师 它目前的自由现金呢 就超过30亿元 那同时呢 也因为就熊师它品牌规模够大嘛 然后信用也OK 所以也透过了像短期或长期借款的方式 抽出了他们的营运资金 那目前其实他们的资金可以支应 大概一到两年的管销员的费用支出 来帮助他们度过疫情的难关 因为刚刚有讲说 可能是这种解除边境管制 可能是要到 至少是明年下半年之后的事情了 所以它至少要 handle它一到两年的费用 是比较OK的 那其实刚刚讲到 国履市场的拓展 这方面我可以再多说一些东西 对啊 因为国履市场 你刚刚说的 我也赞成你说的 要比较特殊 比较特殊的旅程 才有可能吸引旅客 可是它特殊的旅程 它要怎么包装 它以前又没这个经验 应该说这些旅行社 它本来在操作 那个出境旅游市场的时候 他们本来就对 这个产品的设计 就非常强 有一定的设计能力 因为他们本来就在 可能像滑雪啊 打猎啊 那些特殊的主题旅游行程 他们就已经有 非常 强的企划能力 所以他们 但他们现在跨进 这国旅市场 一方面就是 他有当地本来就在经营 国旅市场的旅行 比较是中小型的旅行社业者 那他们现在跨进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观察说 要观察他们的 关系的经营 还有他们的规模的大小 那其实以关系的经营来看的话 如果他们人脉 如果很广的话 其实有机会 开拓更多的国旅市场 像是今年的疫情期间呢 熊狮呢 它就举办了 非常多场的记者会 它举办的次数 比疫情之前还要多 真的蛮令人惊讶的 这个 逆世操作 没错 对 它譬如说 我之前举个例子 像熊狮它跟新孟游轮 它就合作推出 国内的跳岛行程嘛 跳哪些岛 像从基隆母港出发 然后可能到澎湖啊 然后还有金门啊 马祖那些岛 就是把离岛的部分 都跳一遍 对 那它这个的话 其实就要 需要跟地方的 县市政府合作嘛 那像是我刚刚说嘛 因为它从基隆母港出发 那你就是要跟 基隆那边的 那个政府 要有一些协商嘛 然后有些行程 像是澎湖的花火节的安排等等 这些熊狮都是需要跟当地的政府 有一些 有些 有些安排嘛 那熊狮这些记者会呢 我们观察到 他都可以邀请到 像交通部长啊 或者是多位的地方首长 他亲自出席 而且这些长官呢 他的活动是 他不是沾一下就走了 对 他是从头做到位 就是给出了熊狮的面子 那其实从这些细节呢 我们就可以观察到 熊狮除了就是 营运 刚刚讲的 他们营运资金 充足之外呢 他的 经营良好的 对外关系 其实也很重要 是让熊狮在 国旅市场的推展呢 可以比较顺利 所以这样听起来 其实要回头 经营国旅的 一些客制化的市场的话 其实还要蛮深的 好像讲真的 就是政商 跟人脉关系 对 因为熊狮 本来他在 旅游商品设计能力 比较强 刚刚有提过 然后他 其实 另外还有一方面 就是他 其实拥有 很庞大的客群基础 因为你说 你虽然他没有 之前没有着力 在国旅市场 可是出境旅游 也是台湾人 对 他本来就有很大的 品牌信赖度 对 所以 然后再加上 他跟上游的供应商 比如说航空业 住宿业 娱乐业 都有保持 比较好的关系 然后 也因为 他们具备经济规模 所以有比较强的 溢价能力 那这些 这些竞争能力 它其实在 发展过滤 它是有一定的 优势 优势 然后在疫情过后 然后 最后的 全球的疫情 全球经济恢复秩序 然后边境管制 都解除的话 它要再重新 站起来的速度 也会比较快 所以这样 听起来是一些 中小型的 可能还 冬天才正要开始 对 他们还没有 完全布出 那个 那个疫情的阴霾 还在需要时间观察 那 今天的节目 我们其实聊了 很多内容 那 疫苗出现了 疫苗出现了 重大的进展 那艳翔就告诉我们说 疫苗发展的进度 以及 还要多久 才能够普及 那疫苗最相关的 就是 对全球 恢复正常生活的 期待 这件事 那我们根据 疫苗普及化的 速度的推测 在观光产业当中 我们挑选分析的 美食 六角 雅明 瓦城 这些有 复苏潜力的 餐饮个股 那也谈到了 疫情受创最深 那同时也是 预期恢复 可能速度会最慢的 航空 以及旅行涉业者 有哪些 后续观察的重点 希望今天的节目 你们会喜欢 我们有持续关注留言 有一位英文名字 很长的网友 开头是 ZAWY 我们有看到你的留言哦 你提到 希望能够引导 如何深入探索产业 以及个股趋势动向 我们有听到 这是我们一直 努力的方向 未来会推出更多 产业以及 个股的节目给你 另外一位网友 叫疯狂痞之英雄 你想听高尔夫球 以及钢铁产业 那高尔夫球 我们紧锣密鼓 准备当中 钢铁产业呢 我们也在讨论当中 敬请期待哦 那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了 欢迎开启 订阅加分享 如果有想问的问题 或是有兴趣的题目 可以点底下的 YouTube连结给我们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